南韓MERS的疫情持續延燒 今天再有7人確診 1人死亡 由於疑似出現院內的群聚感染 三星首爾醫院今天正式的出面道歉 表示將關閉部分病房 而在中歐斯洛伐克首都 也傳出了一名38歲的男韓男子 出現發燒 腹瀉等症狀 斯洛伐克官方不敢大意 已經將男子隔離治療 6月14日 南韓的新增7名MERS確診患者 其中4例來自三星首爾醫院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70多人 在三星首爾醫院感染MERS 其中包括13日確診的一名醫生 院方在今天出面道歉 並決定暫時關閉部分醫院 まず隔離治療与醫院 歉症狀 gon開設 三星首爾醫院感染MERS 等於醫院感染MERS 並非案產MERS 診療收用而停止 除了免病院感染MERS 所避免病院的人 也會從生和對抗病院的苦증 informing 慶病院使病院的課動 以携帳病院、朋友 患病院的人 醫院感染MERS 而在韓國南部 南韓第二大城府山出現的守衛病例 61歲的蒲信男子 在今天下午不致身亡 成為南韓第15例死亡病例 而南韓國內MERS疫情延燒 對其他國家的威脅 似乎也一一浮現 一名在6月3號抵達斯洛伐克的 38歲南韓男子 出現腹瀉 發燒等症狀 斯洛伐克衛生部表示 這名病患正接受隔離治療 化驗結果預計明天出爐 從5月20號南韓第一個MERS病患 確診以來 短短不到一個月 確診患者達145人 15人死亡 世界衛生組織助理秘書長福田敬二表示 南韓疫情範圍廣 情況複雜 短期內仍難以控制 日本等各國需充分提高警戒 新唐人亞海電視 張慈玲編譯